全台唯一一个专门为偏乡儿童演出的公益剧团 秋野芒剧团 在新店区龟山国小带来精彩表演 这次所演出的戏码是许愿术 不仅为小朋友带来欢笑 也启发了孩子们面对困难的积极态度 全台唯一一个专门为偏乡儿童演出的公益剧团 秋野芒剧团 终于在新店区龟山国小正式开演 龟山国小校长李正林表示 先前因为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小朋友一直没有机会看到秋野芒的演出 现在疫情终于趋缓 终于可以一员梦想 这是应该是他们第三次到龟山国小来 最早的一次是所有的设备都已经就定位 然后人员也到了学校 不过因为当时疫情的关系 对于外部的人员进到学校里面来 有比较严格的限制 所以当时我们就请他们就不演了 那一直这个缘分一直延续到今天 秋野芒剧团这次所演出的巨马是许愿树 剧情描述森林里的动物迁移到一个新家园 但是小兔子的妈妈被人类抓走了 因此动物们开始寻找森林里传说的许愿树 团员们生动活泼的演出 让龟山国小的小朋友看得目不转睛 也在放暑假前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 他们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希望缩短城乡的一文差距 以及创造孩子生命中的第一出戏 演出的过程中 团员们也带着小朋友一起许愿 藉由互动让孩子们对于剧中所传达的意义 有更深的体会 今天的剧目是许愿树 它是改编自SMART的许愿树上的新兴这个绘本 那其实整个故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努力 透过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愿望 那为什么会演出这次出戏 是希望孩子们不只是只有在戏剧中获得快乐 那还能去反思 未来自己在遇到一些挫折 一些困难的时候 可以去解决这些问题 秋月盲剧团用心的演出 不仅让小朋友享受到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也透过许愿树的故事 带给大家正向能量 李正林校长也期盼 这次的演出不仅是为孩子们带来欢笑 更能借此启发他们面对困难时的积极态度 借此声明站门其 新店财富报导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